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中的第二个小问题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小问题 就是贵族的朴系模糊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说在那个八到十一世纪 贵族的朴系很模糊 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但是还是要讲一下 我们刚才听说 那个法国的历史学家 那个Mark Brohe 他曾经说 他说十三世纪以前 欧洲没有贵族阶级 但是这样一个看法呢 我们现在来看呢 还是不够完善的 譬如也是个法国人 也是个中世纪 伟大的史学家 这个人叫George Doobie 还有一个呢 有个德国人 叫做Kar Schmidt 还有一个美国人叫John Fried 这些人 这些人他们对德国 对那个贵族呢 中世纪贵族呢 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他们提供了一些新证据 他们的研究可以用来说明了 13世纪以前 欧洲不存在贵族等级 这个说法不成立 与其说他是没有贵族等级 还不如说 他是一些 普系模糊的贵族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们名字叫做封建贵族 我们成了这么一个事实 也就是八到九世纪啊 欧洲贵族的家谱 谱系 确实是模糊不清 但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 那个贵族的家谱啊 谱系啊 渐渐清晰起来了 刚才我们说 德国的历史学家 他叫Schmidt 他的研究很重要 他研究了九到十世纪 德国的一本修道院的祈祷书 什么叫修道院祈祷书啊 就是每个家族 或者他们家里有什么人 活着的 或者已经过世了 他们要提供个名单 这个名单呢 由修道院里的圣旅呢 来为他们祈祷 所以这在祈祷书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记载了一个 社区中有少万个名字 这个少万的人民啊 就是要胜利来为他们祈祷的 那个Schmidt呢 就发现了 发现什么呢 发现在加罗林和奥特时代 那个贵族普系里面 这些名字里面呢 只突出显要事迹的人 而不突出血缘联系 谁有名 他就多些疾病 但是不到这个呢 血缘是怎么回事 这是他发现 第一个发现 也就是 那个贵族的普系里面 贵族成员的地位呢 是以衡量个人的成就为主 而不是突出 他是来自哪里 如果那个人的 母方的成员 他母亲方面的成员 比较重要 或者呢 这个人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 那么这个人在家谱里的地位呢 就有可能超过 他来自父系的那些成员 这是第一个 突出成就 不管父母 是哪个普系 突出个人的成就 第二个情况 也是徐米特发现的 所以贵族在称呼上 很随便 主要用第一名称来称呼 有是跟父姓 有是跟母姓 什么叫第一名称啊 John Smith Smith是什么 拉斯林 对吧 后面的姓 第一个John 约翰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起的名字 那么你 不知道他的姓 你当然不知道他的普系了 你只知道他名字 你不知道他的姓 所以呢 这里主要是称他的名字 不称他的姓 有的时候也有点姓 那个姓呢 可以随便的跟 有的时候这人姓是更负姓的 有的是这个人姓是更母姓的 我们中国也有这个情况 现在有些家庭生孩子 跟妈妈的姓 有吗 也有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了 他们那个时候的姓 也比较随便 而且呢 普系里很多人就是说 给约翰祈祷吧 约翰是谁呢 你不知道他姓什么 你不知道他来自哪里 第三个情况 这么一些贵族成员 肯定确定他们是贵族 却分别属于 分别属于很多个贵族家族 也就是说 一个贵族家族里面呢 包括了男性的成员 女性的成员 重要的成员 不重要的成员 有时呢 还包括一些非家族的成员 还包括母系成员 你觉得很乱 比方说有个家族 他呢 提供了一份 几百人的名字 叫贵族 叫汽油大院圣女 为他们祈祷 你一分析 里面有些人是贵族 有些人不是贵族 有些来自普系 有些是朋友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这些人都要祈祷呢 所以呢 就发现这些人分别来自于不同的贵族家庭 发现他们之间非常复杂 第四个情况 也是徐美特发现的 他说财产呢 是按父系来继承的 但是儿子和女儿都能分割父系的财产 不是不能继承 而财产是儿子女儿都好继承 第五个发现很重要 说到了1100 1100年左右 情况未知一变 历史正式开始了 强调父亲的姓 父亲的姓 和父系的单一亲子继承制 什么叫单一亲子继承制呢 比方长子 那就传给一个儿子 我把财产继承给其中的一个儿子 就是选一个儿子 一般是长子来继承 所以呢 那个德国历史学家徐美特就说呢 这么一句话 预期说 1100年 1100年之前不存在贵族阶级 不如说 1100年以前 贵族的结构和论口的方式和以后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看呢 我们觉得 徐美特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 因为他揭示了 8到11世纪 欧洲的贵族结构 什么结构呢 假如我们说 从80世纪到1100年 这300年来看 或者800年到1100年 300年来看 有个趋势 普系呢 从韩府不清 逐渐走向清洗 儿子和女儿可以共同寄承财产 变成了 有儿子 单一的儿子来寄承财产 贵族的地位呢 从根据成就和财产来确定的 变得了 慢慢地变得了 以血统来确定 这样一个转变呢 就告诉我们 在那个8到11世纪 这个期间啊 欧洲的贵族呢 他不能仅仅用世袭字 和家庭的普系的标准 那衡量 只有到了1100年以后 啊 那个时候的贵族 同加若林时期 古老的家族 他们之间呢 实际上还是有一种 血缘联系 这句话 听明白吗 就是我们这里发现呢 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8到11世纪的贵族呢 不能仅仅用世袭字 和贵族普系 来加以含量 第二点我们说 即使到了12世纪 那边 那个时候的贵族 他还是和以前的贵族 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你比如说 刚才说的 法国历史学家 杜比 他就 就这个问题呢 曾经在一个叫 马康纳的地区呢 进行过 敦点的研究 叫做Case Study 就是 那个 研究 他研究是什么呢 因为在1953年的时候 杜比也受 马克伯洛的影响 他也认为 13世纪以前 欧洲没有贵族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贵族阶级 但是杜比在1973年 就对此进行修正 因为他研究 他研究什么 他研究了一个修道院 一个地区 他研究1080年 到1100年 那个年间的法国 有个地方叫克里尼 这个地区呢 大概是200平方米 他研究那个地方的负人情况 他研究105个 有钱人的状况 他就发现在布里尼 这块地方呢 发现 那个1080年 时期 有105个富人 他们的后代 在12世纪的时候呢 就被称为骑士 那么再来看 以前的那105人 这105人呢 他是分别属于34个家庭的 其中的28人 又分别属于6个古老的家族 你再去对重 这6个古老家族是谁呢 发现这6个家族 是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呢 是从这6个古老家族 已经分化为24个家族 也就是说呢 家族经常在变动 在分化 所以最后 多比得出什么结论呢 他说公元1100年的贵族 是一个 那个 世系集团 是一个既成的 世系集团的结论 多比的研究 对马可不罗和12世纪的歧视 是一个新型阶级的看法 提出了不同看法 因为是怎么说呢 那个马可不罗和不说 没有吗 以前没有的吗 那么13世纪 贵族哪里来的呢 新型集团 那多比得研究的重要性在 不 他们是以前人的后代 是不是 他这么说 他们105个集团 105个富人 很早以前的 他们的后代 到了12世纪 被奉为启示 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做历史研究啊 一定要非常的仔细 你觉得 听这么著名的历史学家 一说你就相信 那不行 你要在前文研究的 那个基础上 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再进行修正 像多比呢 经过他对105个富人的研究 发现他们后代 在12世纪成为骑士 从而修正了 马克布洛克的观点 12、3世纪以后的 骑士贵族 是一个新型集团的观点 所以他的多比的研究呢 也很什么 很重要 我们来让我们继续的聊下去 我们就会发现 12世纪的欧洲贵族呢 虽然有继承 我们说不是完全新的 但也不是完全旧的 那就要说到美国一个学者的研究了 那个学者呢 叫Bochard Bochard Bochard 这个美国学者啊 他发现 他发现 12世纪的贵族 虽然可以从加普上 找到他们 从加罗林皇朝 也就是查理曼大帝那个时候 旧贵族之间的联系 查理曼大概是公元800年的时候 但这种联系呢 主要是来自母系 而不是来自父系 这意味着 12世纪贵族 是公元1000年时代 新兴的 富裕人士的后代 但这些富裕人士呢 好像又是更古老的贵族 世家的女婿 这一发现表明什么 当年在公元8到12世纪 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变动 有些家族上升了 有些家族下降了 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人 由于自己的成就和财富 就被贵族家族吸收为成员 通过什么办法呢 把他们招女婿 把他们招进来做女婿 那么这个看法呢 就把杜比的研究呢 更加的具体化了 以上的研究表明什么呢 表明无论从8到12世纪的 欧洲的贵族总体来看 还是仅仅从原有的贵族私家 来追溯来看 都无法得出贵族制度 已经衰落 或者没有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看到的只是贵族的家谱 模糊不清 世纪的原则不太严格 至于其原因呢 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从西方学者的研究看啊 似乎偏重的是家族时和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的意思就是有些家族往上升了 有些家族往下降了 他们忽略的是什么呢 他们忽略的是贵族结构和封建财产之间的联系 他们只是去比家谱了 找到了现实 得出是有还是没有这样一个争论 但是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和封建时代的财产性质联系起来考察 所以这就是他们考察的一个漏洞 所以我在这里要提出我们的看法 我们看法这个模糊 家谱的模糊不清 完全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因为那些人不会书写 或者没有知识分子 帮他们把家谱编出来 而是涉及到一个封建财产的问题 封建财产是什么 就是一个领主封给你的一个财艺 封给你的一块土地 你这个财产关系 本来就说不清楚 这块土地是谁的 这块都是领主的呢 还是你的呢 还是你又封给你手下的一个附庸了 那这财产是模糊不清的 那怎么继承呢 所以呢 我们说呢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贵族的普系模糊不清 或者呢 一个贵族家族要祈祷的时候 要涉及到很多不香港的人 都包括在他们的家族里面 关系就是 这些都是有和他们的封建财产有关系的人 只要有关系 都应该祈祷 所以呢 我们必须说呢 封建贵族这个名称啊 就是从封建财产关系不明确里面 引申出来的 我们来这里呢 稍微来这么讲一讲 产一分封和封城封建关系 这两个东西的形成 很可能就是导致贵族家族和他们的谱戏模糊不清的原因 财产分封是什么 就是你为我打仗 我给你一块土地 我给你那一块土地 就叫做财 封城封军关系是什么 就是我给你土地的人 我就叫封军 你接受我土地的人 你就是我的人 你就是封城 所以封城封军是和财益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这种制度的实行呢 你有的财产 只是封军给你的财产 这个财产还不是你的财产 如果你不履行你的打仗的义务 或者你死了以后 你的儿子不能履行打仗的义务 那块地就要收回 所以不是你的地 从本质上还是封军的地 不是封城的地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把这种财产关系呢 只能说它是一种封建财产 而不是私有财产 也就是说换言之 那个家谱和世袭关系很倾陷 只能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性质上的 而不能建立在那个所有不明确的封建财产的基础上的 这是我们的新研究 那么这么一来呢 封军封城关系的出现呢 它就会导致那个土地财产关系 像封建财产关系的转化 因为本来是这块地是谁的 就是谁的 这样是叫做私有关系 非常明确 现在呢 这些私有关系的土地 转变为财产以后呢 它是谁的就说不清楚了 加洛林皇朝那些权贵们 他用来分封的土地 有的是来自于国王的领地 有的是来自于征服来的领地 有的是从反叛的贵族那里没收来的土地 还有一些是从教会那里夺来的土地 本来来源就是非常的模糊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要来谈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说封建的财产关系 和贵族的私有财产关系 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财产 从理论上来说 分封 财役的分封和继承 它是有条件的 而私有财产的继承是没条件的 封建财产的继承 它在继承方面是有限制的 它要满足一些条件 比如说 一 如果附庸为领主服兵业 服兵役 那么它的财产 就可以由封军夺回 这是一 二 那个财产所有权从理论上来说 不是属于封城的 而是属于领主的 如果那个富庸死了以后 它的后代 不能很好地为领主服兵役 或做其他什么事 那么领主就有理由 把那块封给你的土地再收回去 三 那个封给你的财亦从理论上来说 是不可买卖的 一个东西不可买卖 它的财产关系就不明确 什么财产关系不明确 就是它的财产的私有性 这不明确 因为所有权 它好像属于领主的 那个得到这块土地的 附庸 好像只有使用权 第四 那个附庸死了以后 如果不经过领主的批准 和重新的分封 原有的那个附庸的儿子呢 他是不能自动转变为 那块财亦的继承人的 他必须得到批准 第五 财亦的层层层层啊 会产生多级的附庸制度 比如说 你给了我一块土地 但是我还为你打仗 那我一个人怎么打仗呢 我还要几个骑士来帮助我 那么我也把那块土地 封给五个骑士 这叫做 那个土地的层层分封 结果我可以要打仗了 我可以带着这五个骑士来帮你打仗 五个骑士呢 又可能把土地又分下去了 那么那每个骑士呢 可以带了三个人 那么这样一来 你要打仗的时候 我有 我加上五个骑士六个人 每个骑士呢 又带了他们三个人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师父就组成一个 二三十轮的 一支队伍 那么才可以帮你打仗 所以呢 那个土地 分封消息的土地 到底这块土地是属于谁的 是属于第一个领主呢 还是属于我的呢 还是属于骑士呢 还是属于骑士 以前分给他的呢 就永远讲不清楚 从这么一个情况来看 封建的财产在继承的时候 要比私有的财产在继承的时候 复杂的多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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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